陈飞公布了一张照片 一次是官宣轰20 这个设计是采用后略翼设计 隐身 还能超音速飞行 解放军在春节不断的有拜年 对于陈飞、沈飞这些中国主战装备的研制单位 他给中国拜年 肯定是展示自己的一些新装备 陈飞的容媒体 公布了一个二三年赫岁的海报 展示了包括歼20隐身战斗机 歼10C战斗机 在内的中国各军种 现在是主战装备 最有意思的有一张海报是 有一架采用飞翼布局设计战机 现在很多人认为 这个就是黄二龄隐身战斗机 这张海报上看出 这一架战机虽然采用飞翼设计 但是前两侧 这个机翼采用的是可变后略翼设计 可变后略翼 这个并不是什么新起的 这个额制的战机 对吧 其实采用过 那也说他机翼可以折叠 飞翼布局设计 虽然是能够让战机具备不错的隐身性能 但也限制了战机飞行速度 那也就说这个 无法进行超音速飞行 但如果是轰二龄隐身战斗机 真的采用可变后略翼设计 那么轰二龄隐身战略轰炸机 就可能能够进行超音速飞行 一架拥有超音速飞行能力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大为提升中国的战略轰炸能力 那么这个与之前 咱们外网或者是国内 有些人传的那个 就是这个轰二龄的一些假想图 对吧 设计图 有一些出入 这架战机其实 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轰二龄 因为这个差别比较大 咱们讲了这个轰二龄 它的尾 这个垂尾是可以变化的 而不是在这个机翼上变化 所以这应该是无人机 这应该是成飞的无人机 这架飞机发动机尾盆口 你可以看到 是个单发 一个一台发动机 咱们理解 以前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 基本都是双发 为了保证可靠性 所以从它这个单发发动机 可以看出 它应该就是个无人机 这个装备一台发动机 应该就是从这一点看 它就不是轰二龄 对于轰二龄 这种需要跨洲际直营轰炸任务的战略轰炸机来说 就绝不可能只装备一台发动机 因为从可靠性来说 也不可能这么设计 仅凭这一点就肯定不是轰二龄 它应该是一架无人机 但如果中国的无人机也具备可别后略翼 可能说包括应该是和G20配合 咱们讲G20现在已经具备了和无人机配合的能力 很显然这就是成飞版的中程辽机 但是咱们看到成飞赫年海报能有它和G20引战机 歼10C 无真实还有攻击2 他们一起展示 也就证明这个神秘的可变 后略翼无人机目前在中国解放军中服役了 为什么 因为成飞现在海报里边所有的装备都是现役装备 也就是说现在这款无人机就是现役装备 那就有趣了 这个非常神秘 没人见过 但是它是现役的 那就说这应该是首次公开展示这款神秘的无人机 从这个设计上看 早期版本的F-H97无人机是一样的 将这个发动机进气道设计在机首上方 当然这个设计会导致战机在进行超机动的时候 因为进气量不足 不适合执行空战任务 但是可以有效的遮挡来自地面防空雷达 对战机进气道照射 那加强对地攻击时的这个隐身性能 所以一般对地攻击隐身 这个无人机都比较喜欢这种设计 所以这个隐身可变后雷一无人机未来在解放军 可能就是这个一个无人机主力 虽然此前央视只公布了J20的中程辽机攻击11 但是对于这个J20 它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战机 就只能进行高亚音速飞行的攻击11 充当中程辽机 本身就不太符合 所以中国只是将这个低端无人机展示 那它真正的能够和它匹配的中程辽机 看来这款无人机很适合做J20的中程辽机 此外美国的战区网站 印度欧亚时报也通过一些这个介绍 展示中国还有另一款中程辽机 对吧 所以这款会不会就是他们提到的神秘的 中国的J20的中程辽机 中国当时为了提升轰-20引申战略轰炸机整体作战能力 说中国就是美国和印度 说也会给轰-20战略轰炸机配中程辽机 那会不会这款飞机 这款无人机就是和轰-20和J20配合的中程辽机 就是它能够跟轰-20跟J20一起作战 主要什么呢 主要是轰炸机 它这个中程辽机 能够提升轰-20的态势感知能力 咱们知道一般这个战略轰炸机 隐身战略轰炸机 它其实最危险的就是它这个态势感知能力不足 那如果它能在前方配这个无人机 那就是它态势感知能力可能提升 这个时候就替代轰-20先进入危险区 执行电磁干扰 潜入攻击 自杀攻击这些作战 是不是跟那个美军的B21很良次 B21它有无人版 那就是说无人战机先进入危险区 态势感知之后 把这个情况搞清楚 就跟这个地面作战一样 俄乌冲突现在地面作战 都得需要这个干死队 先进去 敌人的火力点在什么位置 所以现在看的应该就是做这个 红-20一起配合 要想实现这个作战目标 红-20隐身战机的 咱们说这个中辽机 能力 隐身能力 不能比这个红-20差 对吧 当然这个实战中呢 这个如果是差太多 很容易爆了红-20了 所以红-20隐身轰炸机的 这种 这种中辽机 最好和红-20是一样的布局 也采用非布局设计 然后这款隐身战机 可变后裂翼的无人机 你看他是符合这个邀请 对于这个红-20 咱们讲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美军的B21已经出现了 所以现在看呢 成飞应该是在拜年的时候 展示中国 这个 这个红-20的无人机 红-20的 这个 中辰邀机 实际就是什么 就跟美军的B21的无人机相 我觉得想PK 这个无人机 还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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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呢 展示的应该都是路级板 这可变后裂翼啊 对吧 那就未来在 上航母 对吧 他这个空间就会缩小 会不会就是 也可以变成 舰载板 后裂翼获得这个 低速 情况下 更好的 飞行能力 这点 对于上舰部署来说 有优点 虽然目前没有关于 076两极弓箭的消息 但是很多基本上都认为 蒋军会在076两极弓箭上 部署舰载攻击无人机 那这个 攻击-11 呼声比较高 但是呢 此前现身的这个 隐身战机 它没有这个 可变后裂翼 或者是没有这个相关的 海军版的这个 咱们讲 一个攻击-11 它的面积啊 就是它那个机翼面积 和这个 和折叠以后的这个 舰载机 其实也没法比 咱们讲过 其实非常麻烦 美军就是限大一个麻烦 30吨的无人机 它那个翼展展开以后 和那个大黄蜂一模一样 你说它能带多少架 带不了多少架 所以攻击-11 它应该没有太大优势 超音速飞行的舰载 隐身无人机啊 最主要目标 就是吸引对方的什么 吸引对方火力 这无人机就是吸引对方火力 让对方开火 知道对方的目标在哪 对吧 态势感知嘛 所以你必须要多带 所以从这点看 攻击-11 上076 我觉得有点悬 但是这款可变后裂翼 我觉得概率更大 看出来 听彼此 听彼此 请 Sau